我的直播偏無聊嗎 你弄了什麼 開玩笑了 不只在直播看得到了 受制舉辦罰片記者會 同學宣布 即將在8月13日 14日 一兩天在台北小巨蛋開場啦 給陳氏的鼓勵 如果生產業的好放 不會 不會 真的不會 因為那個太累了 我想吃東西 我其實還是有在運動 覺得這東西我們大家 就是走個緣分的路線這樣 如果那時候剛好狀態還不錯 也許我熱了我就脫了這樣 但是我不想要把話講到前面 因為我不想說謊 對 所以我是先說不會 是有量場夠嗎 你也這麼覺得對不對 我也是這麼覺得 好像有點不夠 對 真的太有自信了 沒有啦 就是 我們家目前是先量場啦 我們的立場就是 有人要看我們就演 到時候如果賣不夠 我們就 也許我們就在家也不一定 對啊 他上週有跟Gella有直播嗎 他很猛欸 他超猛的 然後我很感謝他來 因為我的直播偏無聊嘛 然後他來了就 那有什麼 開玩笑了 開玩笑 沒有 就是 然後他來我就會變得比較 我就沒有壓力嘛 因為就是 焦點在他身上 我就可以坐後面一點 然後聽他在那邊鬧這樣子 然後 我就是附和他一下這樣子 他真的是很專業 不得不說 就是江海是老辣 他真的是非常的厲害 非常的感謝他來幫忙這樣子 可是他脫口油就是 罵你至上 嗯嗯嗯 原來這樣姐想要叫我什麼 就叫我什麼啊 對不對 這個是我們長幼有序嘛 我是一個懂禮貌的人 而大元當爸爸 受制的媽祭的小孩 也是寵到不行 我覺得 別人的小孩都是這樣子 玩都是玩最可愛的 最煩的時候都不是你在顧的 對 所以我們見面的時刻 永遠都是最美好的 看到什麼好看人都會想到 有時候逛街的時候就是 看到小朋友東西 就說啊這可以給誰 這可以給誰 就身邊的小孩子這樣子 跟他聊天會不會 他都在講爸爸的禮貌之類的 你說大元嗎 對啊 對啊他還能講什麼 他人生已經沒有更有趣的事情了 蠻樂意跟他聊這個 因為我的人生事實上也蠻無趣的 我的人生除了工作以外 也沒有別的 所以去找他 他講這些的時候 我也覺得蠻新鮮的 我覺得很酷這樣子 對 你有想過如果你自己成為爸爸 會是很酷還是 我應該蠻好玩的吧 應該就會像好朋友這樣 玩伴啊 玩伴 我覺得希望還是可以用 比較文明的方式跟小孩子相處 那之前你不是有見證 那個KID的婚禮嗎 你在現場你有 就是感動 我其實站蠻遠的 其實我沒有聽到他們在講座 真的太遠了 我看影片才知道他在講座 但是就過了 蠻感動的啦 對啊一定會感動 你看到這種 有濕 別說反而 有無自於 有下雨 就下雨啦下雨 真的冷 衣服蠻濕的 而且我就想說 有點冷你知道 我想說 趕快搞 趕快走 處理好 我們就回帳篷了這樣子 那你有想過你自己的求婚 會是怎麼樣的狀態嗎 不知道耶 我覺得這是兩個人的事啊 辦婚禮是給大家的嘛 對 可是我覺得 這整件事情下來 真的想一想 你會覺得 好像只有求婚這part 是兩個人的事 對不對 如果有其他 你辦婚禮啊 辦什麼歸宁 什麼一大陸 那個都是給家人的事 看 這是最後兩個人 你們結婚前 能夠擁有彼此的一個moment 你後面你們就 對吧 你們要面臨 地獄般的搶職 所以你們會走低調路線 我很喜歡低調 個人熱愛低調